能扛枪射炮又能贴身肉搏 红海行动中 蛟龙突击队唯一女队员 童力矫健的身材 献杀了一众小女生啊 摩拳擦掌 也想受成突击队员 但2月24号 童力的饰演者蒋璐霞采访中表示 为演好这个角色 他拼命健身 体质率降到了9.4% 内分泌全面失调 甚至整整十个月没来打姨妈 体质率9.4% 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体质率指的是人体脂肪含量 占人体重量的百分比 人体脂肪包含必要脂肪和存储脂肪 由于生育及其他与激素相关的生理需求 女性的必要脂肪大于男性 数据显示 一般女性体质率在20%到25% 男性为15%到18% 而根据牛津期刊的相关文献记载 维持月经正常的体质率至少为17% 维持女性生殖能力的体质率至少为22% 有观点认为 对专业健身的人来说 体质率在12%到15% 就已经达到健美比赛的标准级别了 如果体质率低于10%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美国生殖医学会相关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有6%的原发不应患者 是由体重过低造成的 过度减肥会导致人体内的脂肪量迅速下降 影响性激素的正常分泌 进而引起排卵障碍 还可能导致卵巢功能下降 所以健身爱美并不是越瘦越好 维持一定量的脂肪 才是健康的美的 新疆暴动新闻综合整合道